五歲小男童躺在單架上 全身插滿管子完全沒有意識 消防人員趕緊將他 抬上單架送上救護車 你們是來玩嗎 來玩的喔 是中暑嗎 是在玩的時候突然這樣子嗎 還是在等船的時候 在等船的時候 不舒服這樣子 不舒服啦 我舒服 陪在男童身旁的阿公阿嬤 心急如焚 一早出門還好端端的男童 怎麼會突然休克昏倒 14號早上9點鐘 家人帶著小男童 先搭著快艇 從馬公到七美玩 但就在11點要返程的途中 男童突然不舒服嘔吐 當時澎湖天氣中午高達33.4度 男童疑似長時間皮膚曝曬 導致熱衰竭休克 3點13分的時候 就已經抵達七美後 那將家屬還有病患送往馬公 男童一直一路都是昏迷 海巡署一接到同報 立刻前往七美 將男童接回馬公急救 但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這幾天全台高溫酷熱 醫生提醒民眾 外出遊玩要避免長時間 日光曝曬 還要多補充水分 才不會導致中暑昏倒 記者演藝龍李玉涵 澎湖報導 上直到最高溫度 也不斷 他還在那邊 中間 他還在那邊